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溫解生態學的問題 這條題目中 大約只有三成四成的同學答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呢? 原因是因為 當我們看數量追體和生物量追體的時候 留意形狀 留意生境和生產者的特質 你要留意清楚 在這條題目中 其實他還問 生產者究竟是哪一類型的生物 我們先看看數量追體和生物量追體 通常我們教授的追體 其實最理想的就是 數量追體和生物量追體 都是 呈椎形的 三角形的形狀 如果在這個情況 我現在用黃色的形狀 隔著那個地方 你就會留意一件事 為什麼無緣無故最底層 比例 為什麼相對於其他初級消費者 是低的呢? 原因就是 記得留意生產者的特質 如果在那個生境裡面 你找到一個生產者 如果那個數量 是少於初級消費者 其實那個生產者有一個特性 那個特性就是 首先第一件事 那個繁殖率是要高的 第二件事 那個壽命相對來說是短的 而第三件事 那個體積可能 就會相對來說是小的 OK? 所以在這個答案裡面 第一件事 你一定不會選一棵樹 OK? 接著剩下水稻 草 和浮游植物 其實那個草 其實壽命相對來說都長的 水稻的壽命相對來說是長的 所以我們就不會選水稻 亦都不會選草 餘下就是剩下浮游的植物 那為什麼會選上浮游的植物呢? 原因就是因為生產者 剛才也說了 他的繁殖率一定要高的 而第二件事 因為他有這個特性 繁殖率是高的 所以他被這個初級消費者 暴食了之後 其實就很快地去補充 那個生物量的損失 所以其實你就會選這個浮游植物 因為他的繁殖時間相對來說是短的 所以你就會見到 當我們在溫這個 數量追體和生物量追體的時候 記得第一件事 我們做這條題目的時候 先留意一下形狀 第二件事就是留意新景 為什麼我會刻意地跟你說 留意新景呢?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數量追體和生物量追體 是呈現這樣的形狀的話 就很大機會一定在海洋這個生境裡面發生的 因為草原的話 主要是數量追體 草是很多的 才能夠養活到下一個營養級別 就是那個初級消費者 如果你是選了草的話 其實你已經是踩入了陷阱 所以當你去溫這個概念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是要溫回 究竟那個生產者的特性 或者特質 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那個生景裡面 其實是海洋還是草原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拜拜